华严讲的真空 讲的好啊 什么是真 什么是空 讲的既简单又明了 非虚妄恋律 就叫真 要知道念律是虚妄 我们有念 我们有律 律是思考 顾律 这个粗 念 细 念是起心动念 那个律就是分别之处 换一句话说 其心动念分别执着 是虚妄 不是真的 为什么呢 自信里都没有 你只把这个虚妄能去掉 那就是真 真心就显露了 发生菩萨 祝佛如来 跟我们不一样 就是什么 他用真心 我们用望心 用真心 是发生菩萨 花言经 华言经 出注一上 用真心 前面是性菩萨 还是用望心 他那个望心里面 给注意说 他有虚妄的念 他没有律 这个四身法界 六道里头呢 有念 有律 有顾虑 顾虑实在讲 是很冤枉 那我们要学菩萨 而渐渐把自己向上提升 我们把律放弃掉 我们有念 这个念呢 善念 不为自己 为众生 我们是修佛的人 两个目标 第一个 正法九诸 我们念这个 第二个呢 念普度众生 众生无边十元度 那就是 全心全力 去帮助苦难众生 众生都有苦 都有难 为什么呢 他迷惑 他有念律 有念律 他就造业 造业 当然得有果报 实在讲 念律是假的 造业也是假的 果报也是假的 他不知道是假的 他还把这个当真 所以他就哭了 那么由此刻之呢 佛菩萨教授我们 他有个 这个 最高的一个指导原则 是什么呢 就是帮助我们知道 这玩意是假的 不是真的 那叫你放下 放下什么 放下念律 念放不下 不要紧 把律放下就好了 律放下轮回就没有了 那怎么样 我们才能真的把律放下呢 中国古人有个谚语 说得很好 所以 儿生自有儿生福啊 莫为儿生做马牛啊 这句话说得好啊 国人有国人的福报吗 我们尽心尽力 他想的就够了 那以后事情是他的事情了 所以 国人因果 国人负责 那因果不能代替的 那因果要代替的话 佛菩萨大慈大悲 岂不全体我们代替了吗 这没法子代替 国人造作 国人受报 明了之后 明如忏悔呀 真正能忏悔的 叶宝就转掉了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佛 阿